三个人被埋进混凝土里 坚持待到最后的人 就能获得十万美金的奖励 为了增加游戏趣味性 他们还设置了投币环节 投降凋落在任意一个区域 就要做相应的事情 有奖励有惩罚 三人正式进到混凝土里后 土豪会往里面倒混泥土 看起来选手们不太好受啊 谁要是能打出这个字 我把他夹的马桶全吃了 等混凝土倒满罐子后 土豪开始帮他们投币 第一格式奖励 中间一格是惩罚 第三格式挑战 选手抽到哪个 就要做相应的挑战 土豪首先将熊大的头像放了下去 没想到就抽到了惩罚 紧接着熊二和熊三的头像 被放进去了 分别得到了惩罚和奖励 简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恶 熊三的惩罚是芥木匠 土豪直接往他身上 倒上芥木匠 由于被困在混凝土里 熊三躲都躲不开 这也太惨了吧 不知道接下来熊大的惩罚 又是什么呢 熊大比较幸运的一点 土豪惩罚他将手放进混凝土里 而获得奖励的熊二 居然获得一台游戏机 这运气也没谁了 紧接着 土豪又扔下头像 没想到三个人全都抽到了奖励 土豪大方送出了手机 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这样大方的土豪 可以不可以来一打了 第三轮土豪一起将头像扔下去 三张头像 外星扭八穿越各种障碍 最后只有熊二得到奖励 而熊大和熊三获得挑战 熊三要求挑战投篮 这种挑战对他来说就是张飞吃豆腐 小菜一叠 只见他奋力一投 一下子就投中三分球 不要太简单了 而熊大则要挑战做数学题 熊大的头脑疯狂运转 可惜还是没做对 好家伙 熊大直接被一盆奶油胡了脸 那边获得奖励的熊二 意外得到一把小铲子 土豪告诉他 用这把小铲子把自己挖出去 也能获得一笔丰厚的奖金 这奖励也太好了 熊二说干就干 可是混凝土太坚固了 铲不动吗 挑战还在继续 接着就是第四轮游戏 这次熊三得到了奖励 他可以用海绵棒随便攻击身边的人 而站在他身边的熊大就遭罪了 直接变成一个木头人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熊大抽到了惩罚 土豪让他把手机丢进混凝土里 这玩的也太狠了吧 土豪与重心肠对熊大说 只要你赢得最后的大奖 可以用奖金买步新的 所以熊大心动了 一下扔掉了手机 果然是会干大事的人 这边的熊二要接受挑战 要求他把头钻进混凝土堆里 这样高难度的挑战 吓得熊二有点腿软了 直接放弃了挑战 反正他已经拿到了很多奖品 这一趟算是来得直了 现在剩下熊大和熊三两人 熊大表示说 待在里面越久 混凝土已经凝固起来了 到时候不知道要怎么出去才好 但挑战还得继续 这一次熊大得到了奖励 熊三得到了挑战 他需要吃掉一根魔鬼辣椒 看着表情就知道十分的辣 小脸都红了 熊大则得到了一顿美味的美食 这待遇简直一个天一个地啊 不过下一关土豪就笑不出了 他这次得到的是惩罚 一大桶混凝土倒在身上 这价值 打算把熊大做成雕塑 熊大一听果断退出挑战 就这样熊三获胜了 而熊大啥也没得到 还白白损失不手机 简直太亏了